Hello,筆記道 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網上有一篇這樣的報道 這部報道就是講習近平的 我們的國家主席 好了,據中央社今天報道稱 中共目前公佈二十大代表名單 官媒新華社今天發佈 說作為黨代表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 並清他充分展現了大黨大國領袖的政治智慧 戰略的定力等等 好了,中共有九千六百萬多的黨員 但只是選出了2296人 作為二十大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 其中包含了52名黨和國家領導人 但新華社的說法就是 黨和國家領導人當時充分反映了全國黨的幹部群 對於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忠誠擁護 對中國這十年的偉大變革、偉大成就 作出充分肯定 這些是數字而已 不用什麼 我們先聽完 好了,對於習近平個人文章清議 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 灰弘氣道、軟建卓色、洪偷偉 謀劃國內外大局、推進改革發展穩定 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工作 充分展現了大黨大國領袖的政治智慧 戰略定力、使命擔當、為民情懷、領導藝術文章說 習近平上台至今的新時代十年千年小康夢 成為現實、絕對貧窮問題、歷史性解決 經濟發展平均性、協調性可持續地明顯增強 環境污染得到根本的壓制、反腐敗鬥爭得到壓倒性的勝利 並得全國鞏固 文章更加清 這十年的偉大變革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 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上 具有理程碑的作用 習近平肯定是偉大的 因為我們一向都說 一去做他的副房 都是偉大的國家領導人 但是問題就是出現在這裡 北基道 北基道 一向在這個頻道說的 就是結果體驗大法 什麼叫做趁世界 直接投資 只要我們找到板塊、找到的態勢 就會知道未來的改變 合不合理呢? 合理啊 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現在 是不是一个人的伟大可以决定了整个国家都是伟大呢? 我想不行的 这个就是我们用common sense,一些普通的知识 那他定调是如何指挥约定 那都是一个伟大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用一些数学的方法 或者一些物理的方法去解释一下一些现象 什么叫现象? 有些叫做大自然定律 水为什么不可以向西流? 一定要一江春水向东流 水向西流不能够 因为地球自转 和尺度有格格 他的转法是逆时针 那你想想 如果源头黄河 现在的水在下来 但是地球会移动 地球移动 那你怎么可以那些水向西流? 它在向东走 还有一个甲角十几度 这就是大自然定律 不说大自然 我想问 如果你的车走得快 那有些车就叫做直路黄 有些叫做弯路黄 是吧? 好了 直路黄那些车 直路黄那些车是什么? 就是弯道黄 即使换句话说 这个核子 真的可以一些软 friction 事先通 celebrating 那个车 中,可以坏 但是,ゴロ 那些车的防捜 相对性是会得多了啊? 如果你的载载载载 还有 得逼 对不对 那你就是要制衡 究竟搞什么呀 那现在我们设计一个system 或者一个管制的问题 有没有制衡 如果没有制衡 集体领导 只有那几个人他们会不会错误了呢 还有 如果车你要很硬 即使换句话说重点 重点是怎样 沙油点 你又要车省油 又要车快 直路又很厉害 弯路又很厉害 还有 你见不见到文艺 艺术 现在都赞了习主席 为民情为 领导艺术 哪有一个人这么完美的 我只是平心而论说 多谢大家 继续支持不忌道 点赞订阅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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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